亲爱的用户您好 感谢购买我们全新款的父亲经营机 那么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产品的一个使用方法和售后的注意事项 那么在收到这个机器之后 大家从我们的箱子里面需要取出这个机器 取出机器之后 把我们的包装上面的胶带取掉 同时把我们桌面的侧面的这些胶带给取消掉 摆在把我们的机器放置在一个比较平坦 平坦的比如说我们的桌子上 吧台上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地方 这个地方一定要比较平整 而且是我们经常使用 不会经常搬来搬去的地方 大家检查一下我们搬出来之后的一个机器 会有我们的一个主机接水盒和我们的说明书 大家在使用机器之前 一定要认真的阅读我们的说明书 这个产品采用了非常多的高科技的地方 包括我们这个产品看到的是一个 极的净化矿化护氢自冷自热 一体的这样一个产品 费用非常多的功能 大家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去认真的阅读我们的说明书 当然这个产品在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接下来我们第一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步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水箱 大家看到这个水箱 我们拿起来进行一个加水的动作 那么这个水箱里面的话会有我们的一个原水箱和我们的浓水箱 那分别是用来加我们的制奶水的 在这个大的水箱原水箱是用来加我们的制奶水的 我们这个浓水箱是我们水 这个制奶水在我们经过我们的水汁进化之后 会产生一部分的浓缩水 这个浓缩水会在这个小水箱里面慢慢的沉淀出来 那么当我们的原水箱的水用完之后 我们的浓缩水起来之后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需要把我们这个浓缩水倒掉 并重新加入我们新鲜的这个制奶水 那我们首先在继续使用的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先在水箱中加入一满箱的这个新鲜的制奶水 我们把加好的制奶水 加好的制奶水放到我们的箱子上面 这时候盖上我们的盖子 我们的机器在初次使用的时候 需要做一个智能系 用于清洗我们的滤芯 我们的内部的水箱和我们的管道 那么加完水之后 大家就把我们的机器进行上电 我们把我们的插上电 然后在我们的鞋 大家看到前面 我们现在是有三个区域 分别是我们的温度区 显示区 我们的出水区 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区有一个电源按键 我们长按 这时候机器就可以开机了 那么在开机之后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装水的盆子 进行对我们的机器进行出自的一个冲洗 机器在使用第一次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的我们这个长时间出塞在外 需要将我们的内水进行排出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更换略形之后 我们都可以按我们的智能洗 进行内部的管路的一个清洁和将我们的水进行排出 我们长按智能洗三秒钟 这个时候我们的机器就进入一个全自动的冲水和排水的一个过程 那么它会将我们的管道进行冲洗 通过我们的出水水排出到容器中 整个会持续8到10分钟 在8到10分钟之后 就会恢复机器的一个正常使用 在完成了我们的智能冲洗之后 我们的机器的这个水箱的水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我们这时候要重新的将我们的水箱里面的这个浓水把它倒掉 并重新在我们的原水箱中加入新鲜的自来水 将我们加好的自来水再次放回到我们机器上面 那么这个时候机器就会自动的进入一个制水 它就成为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 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我们机器的整个使用 大家现在看到的话 这我们机器的前面板上面有几个地方 分别是我们的这个显示面板 显示功能显示区和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水温选择区 以及我们刚才出水器 当然这边还有一个视窗 是我们产生父亲的一个视窗 里面可以看到现在正在制我们的父亲水 那么在我们的显示面板区 可以看到由我们的状态来 比如说我们的制水换水缺水故障会在这边显示 然后我们的滤芯寿命会在这里显示 正常一号滤芯二号滤芯三号 会分别对于我们的滤芯的一二三 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清浓度 清浓度和我们的这个水温的显示 显示窗口 那么下面是我们的智能洗电源 还有我们的复卫按键 那么在机器的这个另外一边是我们的六大水温 你选择我们有常温水 泡奶冰水和咖啡 这个泡茶和沸水 下面还会有我们一个大小杯的一个定量取水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取水 首先的话我们机器呢 我们默认的是50度的一个负清水 50度的一个负清水 这个大概说所以 我们不用在面板上选择任何水温的时候 大家直接按一下出水 这个时候出的就是我们50度的常温负清水 这个是常温负清水 但如果你要我们选择其他的水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选择常温水的时候 大家需要选择一下常温水 再按出水键 但如果说我们现在选择我们需要是开水的话 因为开水跟开水会烫到锁 所以要结合我们的同锁按键来进行 大家要先按一下同锁键 再按我们的这个热水区的取键 我们按飞水 这个时候同时显示成红色 按一下出水 这个时候就会出我们的开水 如果现在我们需要定量出水的话 我们可以先选择我们的小杯或者是大杯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水温键 这样两个同时亮起来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出水键 这个就会极致性的出一小杯 对应的水温的水 大概给我们小杯的话 大约是150毫升 我们的大杯是300毫升 那么出150毫升 之后这个水就会自动停水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一个售后过程 我们这个机器是配备了三根滤芯 这三根滤芯都是有寿命的 所以需要进行一个滤芯更换 那么我们的滤芯在到期之后会在我们的显示这里 有一个滤芯寿命分别对应有一号二号三号 那么它对应的是我们机器里面的一号滤芯 二号滤芯和三号滤芯 我们现在打开盖子 我们看一下滤芯 那么当这个显示板提醒要更换滤芯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一号二号三号 比如说亮到橙色的时候 它代表的是我们滤芯的寿命已经使用到80% 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去购买储备一个滤芯 等到我们的滤芯到期之后可以及时的更换 那么当我们的滤芯只是显示是红色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的滤芯已经到期了 这个时候你需要更换滤芯 那么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顶盖 我们打开顶盖 这里有两个按键 Push按键按一下 就可以打开我们的顶盖 这里面分别是我们的一号滤芯 二号滤芯和三号滤芯 一号滤芯是我们的PAC滤芯 正常的话和三号滤芯 四号滤芯是一年更换一次 我们的二号滤芯 反胜滤芯 二号滤芯那么是两到三年更换一次 我们滤芯更换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逆时针旋转我们的滤芯 就可以拿起来 将我们滤芯拿起来 然后将我们原先准备好的新的滤芯 按照这个孔位 大家可以对应 我们这里有PAC 上面这个位置也有PAC 一一对应一号和一号对应 将它放回去 然后顺时针旋转我们的滤芯 选择成一字状和我们原本的滤芯选择一字状 这个时候就选择到位了 那么在滤芯安装之后要进行我们的一个滤芯复位 滤芯寿命的一个复位 滤芯复位的时候可以朝按我们的复位键三秒钟 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对应短按来选择对应的滤芯 比如说我们现在按的是我们复位的是三号滤芯 我们选中之后再一次长按三秒 听到滤的一声然后恢复到整个正常 就代表我们的滤芯已经复位成功 好的最后给大家再次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机器使用的一个注意事项 在初次使用的时候来 大家一定要认真阅读我们的这个使用说明书 里面会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和注意事项 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机器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平整的位置 将我们的机器固定下来 不可以经常的把这个机器来回的搬动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是有一个内部水箱的 那么在搬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我们内部水箱的一个水的溢出 导致我们机器的一个非正常工作 如果你一定要移动的情况下 那么请提醒按照我们刚刚的智能洗的方式把我们的水排干净之后 你再去移动你机器的一个摆放位置 那么第三点就是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我们这个水箱 我们这里也有写一个注意事项 水箱是一个禁费分离的水箱 我们采用的是RO的反渗透技术 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的这个浓缩水 大家是一定要把它排掉 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原水箱中不断的加水 这个时候我们的机器它是不会去工作的 大家一定要将我们的机器这个水箱提起来之后 将我们的浓缩水排掉 并在这里面加入新鲜的制奶水 然后再一次的把我们的机器放在把我们的水箱放在机器上面去 这样机器才可以正常的工作 同时也是对我们机器的一个使用寿命的一个保护 好 我们盖上水箱 然后最后祝大家可以非常好的使用我们这个机器 也祝大家可以享受咱们这个机器带来的一个优质水生活 好 谢谢大家